一人詹子晴日前在綜藝節目中透露自己每年都會飛往拉斯維加斯度假 以此來釋放壓力 同時也會去賭聽賭不玩樂 他透露某次有一位認識的公關建議他可以嘗試打積分 不僅可以免費獲得飯店住宿 在累計到1萬分的時候 還可以獲得賭聽免費贈送的價值台幣15萬元的機票 沒想到才在賭場玩了兩天 他就已經賭輸了60萬台幣 從那時候起 詹子晴就不分日夜的一直待在賭廳裡賭博 直接消失在老公面前 直到回國的前一天他還是不死心 吃完晚餐後就直奔賭廳 從晚上9點讀到隔天中午1點 期間不休息也不進食 讓一旁的河官都替他擔心 最後終於成功累積了1萬分 他才滿意的離開了賭廳 但其實還虧了台幣6萬3 經過這漫長的賭博之旅之後 他心力交瘁的表示 自己完全沒有放假的感覺 歡迎慢慢來 再次去消贄 消贄 本節目 空心 你們 等 我們 我們